看到本期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两根铜线如何并接在一起 当我们两根铜线不够长的时候 需要并接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这种方法 首先我们准备两根铜线 然后把它并接在一起 大家看 这样我们并接在一起之后 我们找来一个老虎权 从中间把它掐住 从中间的位置 掐住两根铜线 大家看一定要把它掐住 掐的更稳一些 然后我们把 从中间 由于我这两根铜线比较短 大家看 把后方这根直接向下方拨开 然后我们 再把另一根铜线并在一起之后 这根线就围绕着 这根线开始缠 那么缠绕的圈数 就是我们这根铜线的长度就可以 大家看 我们这样啊 缠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得并在一起 不要让它中间有过大的缝隙 就是这样 一圈并一圈 这也是很多电弓 对接铜线 或者是硬线的两个最佳的方法 大家看 就这样一圈 压着一圈 这样盘 很多时候我们电弓 在对两根铜线对接啊 比如说家里的开关 或者是茶桌 铜线需要对接的时候 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然后我们把它并到最后一圈 大家看 一直并不动了之后啊 我们怎么办 然后我们这一侧用电弓钱啊 把它收紧一下 这次用电弓钱 把它往这么并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再往内侧啊 这样再并一下 把它收紧一些 一直把它压住 这个线头一定要压没了啊 用老鼓钱 一直把它牢牢的压在内侧 压紧 这样我们这一侧就变好了 然后把这一侧啊 大家看 这一侧变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并这一侧 这一侧我们就掐住这里就可以了啊 然后把这根 分开 分开以后 还是围着了这根线 开始并啊 并的时候一定要两根 一根残绕一根中间 不要让它有缝隙 大家看 最基本的电弓 硬线堆接方法 我们尽量把它盘得密些 这根线断了啊 断了之后也无所谓 它断了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把两根铜线 大家看 这样 揮过来 啊 然后用老鼓钱 这样 掐一下 然后另一根也是啊 同样的方法 对它揮过来 揮过来之后 我们也是用这个老鼓钱中间的部分 把它掐 下 然后把它收紧 大家看 这就是两根铜线的 最佳 对接方式啊 我们两根铜线 这样对接的话 绝对不会形成虚接 对接完成以后 我们可以把底部用 绝缘胶带 直接缠几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正宗的 啊 硬线并接法 这样并接起来 非常结实 大家看啊 中间没有任何缝隙 就不会产生虚接的情况 非常结实 不仅仅如此 谢谢观看